我們再下去看看subsidy,所以subsidy我們都會用同樣的方法 這裡又是寫錯了,應該是改一改,就會是marginal cost 1 扣除了per unit subsidy,會好一點的,這個符號來的,不用特別理會 但是記住,有見到有些同學,你mark的話,你會這樣mark 你mark完所有線之後,這樣才mark area,那就錯了,你最好分開 否則老師會當你駁大帽,因為這個畫法基本上是subsidy的 我們不會在task都是畫這個虛線,所以盡量不要 好了,為了方便起見,我mark了本身的marginal cost 讓大家可以完全追著這條線去看 基本上原本那些都是沒有變過的 就是p1af,然後ip1f 要小心新的total social service,都是涉及三方的 但是你要記住,這次對於政府來說 它是一個支出來的政府,因為政府給一些subsidy 所以它就會是屬於減好的,就是減一個government subsidy 的expenditure 對於政府來說,就不是賺的,它要額外給錢的 所以你要注意減這件事 我們再看下去的話,基本上可以看一看它每一個curve 或者它怎樣移動 基本上簡單一點就是,加到subsidy之後 你不會寫又是我們由最初fetta開始了 那你就不要搏大帽 你未去到subsidy之後就要寫多些subsidy升,p跌,數量升 那跟著那個consumer surplus呢 新轉了之後,我們就是拿回 消費者它是吃p2這個價格的 所以你不是拿著p2的價錢 那跟著demand的那你就拿回 marginal benefit那個位 所以這個就是它變新之後的area 那就是p2ah 那理論上比舊的會增加了 那再到producer surplus的話 那這個就是要考那個位 因為我們的marginal cost沒有變過 而實際上對於producer來說 它實際上吃的價錢是什麼 它不是吃p2的價錢這麼簡單 政府在就每一個單位 它會在額外津貼 per unit subsidy 那所以對於producer來說 它在吃或者是承受的價錢 應該是b點這個價錢 那所以我就會拿b這個價錢去作為那個單位 那我就拿b 那現在marginal cost 因為沒有變過的 所以我就用marginal cost 這一條先 那所以其實suppose producer surplus的area 應該會是ibe的 那如果你這樣肉眼去看 你就很明顯 那比起ipf是一定增加了這一部分 那你就容易看了 那增加了的話 所以就要增加了 但是我知道另外有些其他學校的老師 或者是其他老師都會說過 它們可能就拿著p2這個位 那還有新的supply curve 總之這個位呢 跟著就是producer service 那就是jp2h 那這個沒錯的 但是你很難就這樣憑肉眼 看到到底producer service 是不是真的升 因為有減的那一部分 那也有增加那一部分 如果考試 然後就這樣跟你說what 它是加還是大還是減的 那我想學術上 你都應該不太受我這種說法 那所以如果用最學術上的說法 應該這樣就會比較解釋得對一點的 那這裡我們見到 是有個consumer service producer service的increase 那跟著我再畫 剛才producer service的increase 那政府subsidy 那這裡你就可以很明顯見到 政府他給的錢 就是每一件是p2-b 那所以就是p2b bh 這個就是政府要給的錢 那這個是不開心的 政府要給要虧的 那所以這兩部分就是 對於整個社會來說 增加的那一部分 那對於整個社會 減少的那一部分是多少 就是整個的 加分分subsidy這一部分 那你看一下 很明顯增加那一部分是少過 減少那一部分 黑色那一部分 那所以你變相見到 是不是虧的 就會虧了這個位 那個deadweight loss 那我這裡可以拆掉它 基本上 那其實你只要知道 最後我們畫的deadweight loss 在這個位置就OK了 那變相這裡就是f e h 這兩個都是增加的 那這裡我們拉出來 又是寫的deadweight loss 這一點是original的 那個supply curve 那就是marginal cost 沒有變過 所以這一點我們會 是marginal cost的 那跟著再下去下面那一點呢 這裏就是 戒掉那個demand curve 你看到 我們不是看supply的 因為marginal cost 都沒有變過 戒掉那個demand curve 而這個p2 也是市民會吃的那個價錢 所以mb就在下面一點點了 那所以我們寫回 在q2這個數量這個位置 垂直看下去 mb呢 今次就小於mc 或者你反過來 你喜歡寫 你寫mc大於mb都OK的 potential gain 又是沒有拿完 有deadweight loss 今次 在實際上 Efficient level應該是q1的 但是你生產了q2 那就是比efficient level 做多了 所以就overproduction了 背的case都是一樣的 基本上你可以打定個星星了 只有subsidy efficiency 這一課 不包括exonality 只有subsidy 是overproduction 所有其他你學的 甚至乎測驗考試 如果考你sorting 或者subsidy 都會是underproduction 就大致是這樣 背後你看的話 我們都會教 怎樣看consumer servicing producer servicing 怎樣會 其實蝕了給government subsidy 但是考試的寫法 就會這樣寫就可以了 背後的concept 你不需要解釋給他們聽 大致就是這樣 基本上所有market intervention 都清掉了 下次如果再教 就會開externality 數給你看 怎樣寫的東西 和分題 OK 有什麼問題就問我吧 Bye